到現場來做這個行李 秀出買到了機票 行政院長林全很滿意 桃園機場捷運出體驗 行李箱DIY搬上運輸袋 外圍的辨識條碼也自己來 集結的一切都很新鮮 沿路往外看 林全在離地45公尺的高價列車上 和賀成蛋有說有笑 經過新莊副都心時 民進黨在地立委 不忘親自解說 但現階蛋大家最想知道的 是集結票價多少錢 淘機即將通車 但是票價問題還沒搞定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的票價 這邊全部都是空白的 就連下方的售票機這裡 票價也都還是舊的 機械票價受抨擊 尤其一般車跟直達車票價一樣 爭議身中桃園市長鄭文燦 乾脆推出新票價 被車到新莊地區統一35元 林口生活圈80元 避免大家都來A8站 因為A8站是直達站 怕負載過重 所以林口也一口氣降了20元 降價還是被嫌貴 因為有人質疑 從台北車站到北捷淡水站 和基捷的林口站 一樣都是21公里 但價格卻差了30元 有一些條降 我相信對於這個 大家的負擔是有減輕 但是我們希望還是透過一個 審議委員會跟董事會 怎麼樣來做會比較合理 大家都可以討論 希望這樣不要被當作天假 因為我們這個是有競爭力的 當然我希望將來交通部能夠更支持 為了票價 新北桃園首長槓上 集結最快農曆年前通車 服務過年出國的民眾 是貴還是便宜 使用者會給出答案 記者黃明娟 張良好 SNG小組 桃園報導